現在年輕人是很希望的 想想社會有什麼對我不絕? 我媽媽有什麼對我不絕? 社會可以給我什麼? 社會有什麼不給我? 她只是想這些 自己完全沒有責任 這是最悲哀的事情 不過現在年輕人 讀完書出來想買樓 我們那時候想買一雙鞋 都要儲錢儲五、六個月、七個月 買一雙鞋 這是不同的企業 現在年輕人怎樣想? 我覺得我們就讓年輕人幸福 在那時候 我們有明天會更好的夢 我們無論如何窮 無論如何辛苦都好 我們知道明天會更好 我有個希望 現在年輕人沒有希望 你現在年輕人開始依賴 我們沒有說以前依賴 依賴父母讓我讀書要怎樣 依賴社會要有什麼機會給我 依賴社會要對我有一個很公平的對待 像那個碩士二百次 如果我們在那時候 我們不敢見報 對嗎? 問題一定在自己身上 他自己不覺得是有責任 我二百次 這個社會 二百次都不接受我 他沒有覺得 二百次都沒有適應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不是去適應你的老友 而是你去適應這個社會 我覺得是錯了 現在覺得這個社會要適應他 這個社會要接受他 不是他接受的社會 不是他適應的社會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與我們年輕人有很大的分別 香港的未來 如果這樣下去 連年輕人、年輕人出來 每個八六千 我都有 我都要吃飯 我都要讀書 每個人都向著 攤大手掌拿錢 每個人都覺得社會真真正正 是要供奉他 是很嚴重的 但是 我又覺得人們去到尾 是會適應的 不用擔心的 去到尾一定會適應的 去到尾 會慢慢接受一些不接受的事情 現在很多人不接受 上大陸找工作做 將來你不能不接受 將來你不能不接受 如果大陸全世界最精彩的人來 你不能跟他砌 你只能上大陸找工作做 你只能上大陸找工作做 我覺得 去到尾要接受 很多事情 大家好 我是Matthew黑超 相信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跟我感覺一樣 非常之驚訝 原來黎智英說過一番 這樣的說話 去批評香港的年輕人 這條片在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但最少是九年前 因為我在平台看到 他是九年前的 原來黎智英在九年前 即是2011年之前 他都 不是說太過瞞不講理 不是說要攬炒 不是說這樣去荼毒年輕人 跟今時今日 2020年的黎智英相比 是完全兩回事 當然 這九年他接觸過什麼人 他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會激發到他要做這件事 國安部知 國安處知 我們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一點就是 他抓住了這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染化成政治事件 去導那些年輕人出來 其實這個問題 我作為年輕人 我也明白的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負任的年輕人 你在香港 是絕對很難儲到一個首期 去買一個安樂窩 一兩百尺那些套房 不算 正常的安樂窩 你起碼現在講到五百至八百萬 小極都要 那麼你 四成首期都講到三百多萬 你怎麼存 為什麼他們要攬炒 就是他們看不到自己的置業的可能性 他們雖然不是 非常之認同中國人身份 但是他們在一個中國 傳統文化的地方生活 我們是要有牙遮頭 我們是要成家立室 這些是我們中國人傳統來的 他們打從心底裡有這個傳統 但是又覺得自己永遠買不到樓 所以就出來攬炒 即是 他們也都 黎智英也都做了很多事情 他利用 我們香港的單程證 來做攻擊目標 去誤導大眾 誤導年青人 那幫人下來 炒貴了些東西 某程度上 那幫人是炒貴了 因為供應需求 supply and demand 但是 真正令到我們通貨膨脹的是 美元 是因為我們講完 與美元聯繫匯率 美國爆煲 美國要聯儲局賣債 扔錢到這個市場裡 去令到美國企業不能崩潰 去借錢給他們 去買他們這些債 繼而我們香港基於聯繫匯率的關係 我們的金管局 都要承接美元的沽盤 我們要買美元 我們儲存美元 有幾萬億港幣等值的美元 就是維持著聯繫匯率 所以我們香港的銀行體制 都是水浸 所以我們的Mortgage 兩厘左右 一厘兩厘 即是 是不正常的環境 這個環境就是告訴我們 你借錢不用成本的環境 這個環境就是美國造成的 這個環境就是導致到通貨膨脹 所以 如果這一刻 我們要解決我們的房屋問題 我覺得首先 我們要考慮一下 再檢討 我們的 聯繫匯率制度 我不是說一定要和美元脫鈎 但是我們可以升值我們的港元 我們的金管局 不用拿著那麼多美元 來維持聯繫匯率 長遠來說 我們一定要和人民幣掛鈎 要幫人民幣國際化 要擺脫美元霸權 但是 說回來 黎智英 其實九年前 他也是一個正常的人 他可能那時候 真的是一個普通的傳媒人 他那時候不是很牽涉 外國勢力 不一定 因為那時候佔中之前 他本身是一個傳媒人 外國勢力 開始接觸他 這是我猜出來的 也是發夢 因為 基於我看他這條片九年前 他絕對不像 是一個 會煽動人走出來 因為他說的說話 不像是 會煽動學生的說話 所以很奇怪 這個世界 以前 我都覺得他很厲害 我看過一集叫智雲飯局 就是他上去做嘉賓 我那一刻都被他 做生意的頭腦 和他的轉數 所吸引著 但今時今日 他是一個反中亂港的人 他一定是 需要得到法律的制裁 事關 他不是在做一件 小的壞事 他在做一件 對我們整個民族復興 都有害的事 今天想分享這麼多 希望大家 一定要 知道 我們香港 有始之中的獨特優勢 都是 會靠祖國 勉強世界 九七年回歸之前 是 回歸之後也是 Thank yo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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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